近日多部新剧播出在即轮番上热搜宣传 其中由吴磊赵露丝主演的《新汉灿烂》备受大家的关注 该剧的整体定位是古装传奇剧 改编自关心择乱的小说《新汉灿烂》兴生致灾 目前网上已经出来了大量预告 吴磊和赵露丝之间浓厚的CP感深深吸引了不少观众 有微波鲜火的迹象 然而在近日这部剧却被爆出遭到广电重审 因发广泛热议 6月28日由知名电影博主转发了一篇 关于某古装剧造型的文章 并质疑这是在干什么 点开这篇长文 原来是某电视剧博主发现 某部热度很高的带播古装剧 服装造型 抄袭借鉴日本的和服 尤其是腰带的设计 完全是照搬了和服节 看博主晒出了海报 上面赫然写着《新汉灿烂》 也就是人气女演员赵露丝 和男演员吴磊首次合作的古装传奇剧 作为一部古装传奇剧 《新汉灿烂》的服装造型 应该是中国传统民族服饰 然而在官方放出的物料中 演员所穿汉服的腰带 却被指出像极了日本的和服 就拿女主赵露丝在剧中的造型举例 她所穿的汉服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但腰间的腰带结却明显不是汉服腰带的计法 反而是日式和服的腰带结相差无几 汉服文化中确实有宽腰带 也有蝴蝶结计法 但与日式的腰带和腰带结区别甚大 相比之下 赵露丝背后的腰带结明显更像是和服的腰带结 而另一位女演员张月腰间的腰带结 同样与和服腰带结十分相似 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中国传统汉服搭配浴室腰带结 怎么看都有些不伦不类 和服作为日本传统的代表服饰 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和文化 最代表的就是那个和服结 传闻有280种和服结 除了固定衣服之外更有许多内涵 比如未婚的女性和服结是露出来的 而已经结婚的女性和服结是包起来的 以前的和服结是在身子前 而后才慢慢变成身后 按照博主的说法 新汉灿烂服装不仅仅用了日本的和服结 而且还非常讲究地区分了男女 比如演员张月的海报里用的 就是日本女性款式的和服结 而路透照里的于承恩 则是用了男性样式的和服结 可能是担心大家看不明白 博主还用了大量动画照片 来说明这里面的区别 最后爆料这件事情的博主还表示 对于和服结这东西 普通人根本不会知道 更不会专门去区分男女 普通的和服爱好者 自己打一个太古结都非常厉害了 像新汉灿烂服装里的这些款式 都得是深谙此道的人才明白 毕竟和服结这东西 哪怕在日本没有人帮忙 就很难自己穿力做的 于是就有了专门的和服着服师 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由于需要专业知识所以收费自然不便宜 都是按照小时计算的 而按照博主的推测 新汉灿烂很可能花了大价钱 请了和服着服师 不然不会分得这么清楚和细致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国产的古装剧 历史都是架空的 涉及不到日本的文化 为什么大费周章的给里面的人物 弄了一个和服结 目前新汉灿烂剧组已经在紧急处理此事 将部分曝光的物料进行披图 目前女主所穿的汉服上 已经看不见日系蝴蝶结的踪影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 新汉灿烂仍在整改当中 有些无法披图的镜头需要删掉重拍 另外一些出现此类问题的剧 将会停播下架处理 原本这部剧打算在7月份播出 抢夺暑期当收拾率 但如今披图工作量如此之大 估计要推迟一段时间了 无独有偶 之前中国国籍演员 腊木扬子的新剧《我叫刘金凤》 同样被网友吐槽 服装道具窝逢 从头到尾 从服装到妆容都窝里窝气的 这句的浮道化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和服复原小组的人来了 可以直接拉去演日本大和剧 原是物语的程度 剧中浮道化的问题已经严重到 哪怕是不专业的观众 都能一眼看出不对劲 图中观后的这种单片 是专属于岛国的独创 咱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百分百原汁原味的和风 剧中的大反派 俯相流歇出入中国古代的宫廷 穿着的却是日本的宫青服 戴的帽子是明显的日式锤英怪 官员们肩膀上的开口 则是日式兽衣的形质 再加上这堪称 一比一复刻的装容和胡子 跟日本画像里的人物 简直一模一样 大臣们如此皇帝更是无法倾免 天朝的一国之君 衣服上的花纹密密麻麻 都是樱花 花瓣间的缺口非常明显 咱古代是不用这种文样的 这种扁平又重复出现的小文 常见于和服 皇后呢也是穿着和服到处逛 日式小文加纯色下裙 记在胸下 蝴蝶鞋侧技 谁看了不说一句日本人 当然除了几位主角的服饰之外 这部剧中还有充斥着很多的 窝文化的信头 就算是要洗中国 是日本传统服饰文化的起源 也依然难以成功洗地 很多网友指出 这已经不是窝蜂严重了 直接用和服饰礼带淘江 指路为马 明晃晃的文化侵略啊 然后就有人扒出了 这部剧的制作团队 据悉 此部剧的造型设计是陈乐琴 服装设计是胡隆奇 导演是徐慧康 其中陈乐琴在圈内 也算是较有名气 像《三生三世》 《枕上书》 《楚桥传》 《锦修未央》等古装剧本 都是出自他手 回想一下这些作品 在服装方面并没有什么异常 那么多作品都没出问题 偏偏等到这一步 才开始宣传文文化 想想也不大可能 因此基本上 可以排除陈乐琴的嫌疑 既然他不是罪魁祸首 那么问题也只能出在 导演徐慧康身上了 翻看他以往的作品 还真发现了一些端倪 之前他曾指导过 《京西河西》 《班淑传奇》等作品 而这些剧中或多或少 都植入了一些日本元素 比如在《班淑传奇》中 男演员们的服装 就跟日本官员的衣服 十分相似 或许当时他还有所顾忌 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照搬 还是稍微进行了一些改动的 因此网友们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可是后来他却越来越大胆 到了《京西河西》中 他甚至直接把 日本天皇的造型拿过来 安到了剧中 李布尚书的身上 一次次尝试之后 徐慧康变得肆无忌惮 这才有了《我叫刘青凤》 这部全员日画的古装剧 一次两次 或许是无形之举 但这么多事实摆在眼前 很明显 徐慧康就是故意在作品中 加入窝文化的 目前这部剧尚未停播 但剧组形式低调 不再大肆宣传 甚至还悄悄加更 显然是想快点收官 实际上除了徐慧康这些作品之外 就连之前热播的《孟华录》 也没能逃过窝化的现象 剧中的典型顾问说 自己设计了一套传统的果子 可是模样却跟记载中的相差甚远 就连河南共青团官方 都忍不住出面质疑 是在以窝带华 在服装这方面 我们五千年文化自信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精美的服装道具 一向是别的国家来借鉴我们 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用别人的东西 冒充自己律师的情况 目前已经有不少网友 抵制新汉灿烂和我叫刘金凤 原定将于暑期播出的新汉灿烂 不知道能否准时上线 你们怎样看待 古装剧中的日式文化呢